無線陣著鼓壇波動之際重播神劇大時代 令到這部劇犯血再犯血 深宵時段收視勢如破竹 有見及此,無線打算吃著想開拍電影版 不過問到秋冠有沒有興趣做丁蟹呢 他就說要看看怎樣 因為當年他都要靠吃大隻奶粉、菊雞肉 現在做就會有點辛苦 而除了丁蟹之外 劇中飾演四隻蟹仔的淘大宇 郭靖雄、蕭忠幸和吳啟明 近日都成為網民熱統對象 那這日孝蟹、荔蟹、益蟹 就齊齊接受我們專訪一齊話當年 不如問一下大宇 為什麼覺得這部劇活這麼收得呢 我們角色的反差很大 譬如說我們平時在電影中的日常生活 大煙大廢、很兇、黑社會 我們什麼階層都有 律師、醫生、黑社會 但當你有危機的時候 原來每個人都變回小孩 每個人都怕死 並不是一個黑社會 或者一個大律師 或者一個醫生 一個專業的人士 他面對危機、死亡的時候 原來都會變回小孩 這種角色的相差就好看 並不是說黑社會 黑社會不是不怕死的 跳就跳吧 到那一刻變回小孩 都會哭的 都會拉著老爸的腳 不要跳 大宇那一幕跳樓 簡直是跳教材 這個教材 你看到那種表情 那種… 嘩 沒有啊 香港的電影史裡面 這幾多shot 簡直 簡直是演藝裡面的教材 是教材 真的 因為那個反差大 我們角色的人物性格的反差大 所以好看就好看到哪個 被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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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功力也很深厚 是否真的有說過 被扔掉了 當然了 看回阿邦麗叔 做一個陳曼賢 那個角色他做 真的很辣 還有曾光 那個 《樂樂亂》 《樂樂亂》 林重任 《樂樂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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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派報紙煙爆發 嘩 我們看一次 走一次 有沒有一些戲份 是 本身拍了 是生了 沒有出街的 有 正式出街 好像扔掉了街 那些人已經刺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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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扔掉了 就是李麗珍 他去掉樓 那一段全都剪掉了 全都剪掉了 但現在這個重播會不會出發 不知道 為什麼 他會去青雲 Freshback 黑白片 看到他們幾個 跳那段 即是 那些鏡頭比較碎 都會看到他們會掉到街上的 有些空中鏡頭 那個 有他們 但正式說 一扔下街的東西沒有了 青雲一出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掉到街上了 剪掉了 正常是剪掉了 嘩 如果出牌的話 真的會更震撼 但你們拍的那些 不如你們都會 做一些違非作戴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不是很違非 是他們搞出來很好笑 其實很多東西 是他們自己加的 但我覺得 那部電影都不是說到 我們做很多違非作戴的東西 我就是做那些 我 你就是强丹那段 我就是强丹 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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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姐呢 我還記得他們說 多疏 她還挺疏 哈哈 她又 她又 給她做一個靈蛇 靠神來之筆 真的 被大宇真的吃光 吃什麼 哈哈 粗粗魯魯就可以了 拉麻好麵 發生片那次拉麻好麵 不是說那麼粗魯 她是那隻 下麻行先 開車 哈哈 什麼叫下麻行先 真是下麻行先 我認識得 就是這樣 開車 就是下麻行先 有身體語言很重要 不是每個人做得出來好看 不是說真的 不是說真的 阿啟明很厲害的 好厲害 因為我們大時代那時候 我們那個年輕人 賺到錢 公子 公子 只有幾千元個月 有時候放吃飯 你知道我們都吃了 碟頭飯 他不是的 拖一條鞋子 哈哈哈哈 那條鞋子 拖一條鞋子 那條鞋子 這麼大鞋子 這麼大鞋子 這麼粗 對 對 我說 阿啟明哥 這個鞋子很足夠 這陸鞋子很足夠 沒有錢 吃吧 叫吧 他是那種人 他做老闆 對 他付錢 那時候他叫那陸鞋子 我跟他都說 哇 很足夠 你幾個電話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啟明電話 我也找不到 我跟他拖一條鞋子 我跟他拖一條鞋子 等我跟他拖一條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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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馬來西亞是多少年 有沒有印象 早兩年前 對 早兩年前 兩年前 兩年前 但久不久 我也有時候會撞到他 在一些 例如說 飯局 又或者在飲宴 會撞到他 我跟他撞到最多 你下次真的要拿起他的電話 我有在 約他吃飯生飯 是啊 大哥 幾十歲人 沒什麼機會了 我跟他拖一條鞋子 我看你 我給我 慢一點 一條鞋子